《生活經驗》 《生活經驗》 就是選題目很多時候是 我覺得不可以太脫離自己本身的生活經驗 因為我講來講去都講我爸爸的經歷 或者我再之後的研究 如果我爸爸不講他的經歷 我就不會有一種 在元朗看到深圳的那種感觸 這種生活經歷是必須的 做創作是一種動力 或是一種根基 因為如果你沒有經歷過 或者你有沒有一種看法的時候 你做出來的作品 不會有很強的說服力 因為你完全沒有經歷過 你沒有想過 無緣無故插腳下去 空降下去 所有事情都沒有說服力 所以一定要靠自己去體驗 是我對社會的一種看法 同時也是一種互動 一種溝通 我自己覺得是 但我覺得攝影不是獵奇心態 去過這個年代 而是一個叫做 自己攝影師本身的反覆思考 作品變成一個叫做 攝影師本身的一種看法 兼是一個 愛在和自己的一種交流 這個過程是 短到可以幾秒 但長到可以一世 對 我喜歡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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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